上次拍團馬線的影片說過 香港鐵路線是這麼多就這麼多 應該不會有其他鐵路需要批評 的確是的 不過其他鐵路就算不是批評 其實都很值得說 所以今天就討論一下香港鐵路的鐘樓底柱 在香港已經紮巾過百年的東鐵 看看它有什麼好處和壞處 還有為什麼我會對它又愛又恨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說好處 東鐵最明顯的好處就是它真的很快 還有定線直接 本身鐵設計的時候 明顯就是用最直接的方法 由九龍去到廣東 所以定線基本上都是一直向北 始終初條線是充當火車的功能 所以只會在每個社區 或者向郊最核心的地方設站 開線時候只有七個站 分別就是九龍臨時車站 紅磡臨時車站 油麻地 沙田 大埔 粉嶺 和羅湖臨時車站 雖然隨著香港不斷發展火車沒有火 同時也先後加了越來越多站 例如因應火炭工業區發展加了火炭站 還有因為泰和村落成加了泰和站 甚至是旨在方便人轉地下鐵加了九龍塘站 加上洛馬洲之線還有沙中線 時至今日冬鐵已經由昔日七個站打了W多 成16個站 雖然聽起來又行又停 好像會令車程長了很多 但其實冬鐵加站大致都是在原本的走線加 而且站位都是在原本的站附近 令冬鐵路線大致結構沒有變 保持到跳飛機的走法有不少突快路段 好像九龍塘去大圍 甚至是泰和去粉嶺 所以冬鐵全長約45.8公里 往羅湖行車時間44分鐘 在要停13個站的狀態下 仍然能夠以每小時60公里的速度 一路向北的確是很快 如果要比較 冬鐵旺角東去上水只需要31分鐘 而270A巴士就要57分鐘 雖然巴士地鐵未必可以Apple to Apple 始終巴士性質上就是能夠被人用雙等 或者差不多的價錢去換取一張舒服的椅子坐 畢竟冬鐵就算站頭金鐘已經要玩搶椅子 假設是去上水 罰站30分鐘有多真是挺慘的 小學欠交功課都沒有站那麼久 是 頭等的確是一個選項 但雙倍價錢真的不是那麼多人的考慮範圍 不過撇除口岸不計 因為冬鐵的價錢真的就算要站其實都值得 因為它真的太便宜了吧 剛剛也有說巴士服務是用一個和鐵路差不多 甚至更便宜的價錢 然後guarantee一張椅子 但是和鐵路重疊的巴士 例如剛才提及的270A一般價錢都比冬鐵貴 不過這個真的不是巴士的問題 而是冬鐵太便宜 大部分路段都比市價便宜 因為冬鐵的收費架構就是透過做口岸 去補貼飛過境的路段 所以飛過境路段就比市價便宜 例如架一個站 即是大圍沙田 或者大埔區太和的往來就收4元 如果以巴士計算 在短圖接駁線即是71K 88K這些就收5.2 而一般地下鐵最低消費是4.9 要用相近的運輸系統比 用同是前九鐵網絡的屯馬線港就適合不過 屯門去錦上路要8.3 上水去大圍車程更遠 但就只是收7.7 雖然要公道地說 它可以便宜都是因為過境段收費相應調高 東鐵主打的羅湖作為最直接的口岸 只能夠用鐵路過境 所以市民對羅湖口岸需求彈性相對較低 我們儘管可以根據今年10月18日 出入境人數和其他關口比較 小弟暫且只計算接駁深圳的關口 始終港珠澳大橋甚至高鐵站服務的人 未必與羅湖口岸有直接衝突 所以計算洛馬洲、黃江、羅湖、香園圍、 敏感度和深圳灣就得出284374 這個總出入境數字 當中95617人都是用羅湖過關 即是佔所有人的30%又多 都未計搭東鐵去覆填口岸的市民 可以見得儘管競爭者繁多 用東鐵過境的需求仍然是不容小趣 當然港鐵就不是傻的 知道東鐵過境怎麼都有固定客源 所以就著兩張收費調高 位位座底收26.5 沒有兩元優惠 沒有學生優惠 以口岸一臂之力 東鐵已經可以賺到盆滿撥滿 所以非口岸車資可以便宜一點又怎麼說 為什麼片頭說對東鐵又愛又恨就是這樣的意思 正如定價又辣又不辣 對東鐵喜歡定土 完全是觀點與角度 不過又不是所有點都好像東鐵定價一樣 又好又壞 說完東鐵快和便宜這兩個好處 也是時候說一些除了收費之外不好的東西 首先說輕微的問題 就是後車環境惡劣 本身東鐵很多站都是80年代起好 當時如果鐵路是露天 地鐵站基本就不會考慮通風設備 好像對家港島、荃灣、觀塘線這些 其實露天段好像柴灣、荃灣、九龍灣都是這樣處理 不過問題就來了 東鐵本身是火車 最初自然全部都是露天段 所以基本上以前起落的站都是沒有冷氣的露天車站 直到現在都是得風扇幫乘客散熱 一到夏天 要不就日曬 要不就雨淋 冬天就天寒地凍 都別說不惡 不過好在 東鐵都算密車 繁忙時間最密可以做到2.7-3.8分鐘 星期六日大部分路段都有4-8分鐘 所以說東鐵等車環境差 其實未免太過雞蛋淚跳骨 因為基本上東鐵 雖然比載密車的荃灣線、觀塘線、班次 都是有點距離 不過都是不是很需要等車 後車環境好與壞 對乘客影響自然都不是大 東鐵密就是密 但上不上到車又是另一個故事 因為東鐵線第二個問題就是 載客量嚴重飽和 很多人應該會第一時間 將矛頭直指九卡車 的確 九卡比原本12卡 每列列車載客量少了905人 約24% 是一個不小的數 不過九卡車只是令問題加劇 而冬鐵飽和的問題 其實一直都在 早在2014年 立法會文件已經披露 冬鐵線最繁忙路段 載客率及客量 如果以每平方公尺 4個人的站立密度計 會得出100%的載客率 客量達5.87萬人次 可以見得冬鐵飽和 就不是近年才出現的問題 只是冬鐵過海 需求覆蓋範圍都大了 但是運載量 反而就因為設計限制要下調 令中途站難以登車的情況更加嚴重 最令人頭痕的位是 冬鐵現在不論列車長度 還是班次已經到達頂峰 曾經都有人質疑過 究竟金鐘站是否容納到10卡列車 不過港鐵書面回應 就否認了這個說法 加上冬鐵這個過百年的設計 根本沒有考慮過 鐵演化到今天會是通勤鐵路 縱使一直以來都有做大大小小的更新 但都追不上客量上升的速度 要加班也好都已經加到很盡 難些再密 冬鐵飽和是不爭的事實 而問題現在已經夠嚴峻 但恐怕日後問題只會繼續存在 香港之後的發展似乎都集中在香港的北面 其實都無可口非 因為香港核心區域基本上都發展得七七八八 而舊區重建一般都比就這樣發展來得麻煩 要密地發展政府就放眼北區 即是近年重點研究和討論的大型發展項目 北部都回區 發展地方就包括粉嶺、古洞、羅湖、元朗北和洪水橋 雖然現在說2030年或之後完成的項目太過長遠 但可以肯定之後香港的重心 憑政府近年的口吻就是要向北發展 根據北部都回區行動綱領 整個區預計可以容納250萬人 即是香港所有人的三分之一 雖然政府已經有規劃和興建相應基建配合 例如北環線、中鐵線、甚至是沙田繞道 但憑北部都回區的規模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這些所謂基建是用來做配合 多於真的用來舒緩東鐵線 所以縱觀香港的未來發展 如果以我預測 假設東鐵之後在設計上沒有任何大改 飽和情況都會持續下去 甚至會雪上加霜 說到最後其實今天不知明日是 我手上沒有水晶球不能夠準確預知未來 不過鐵要飽和就今天已經飽和著了 所以各位東鐵乘客都是… 繼續逼著先吧 一條由1910年已經開通的鐵路 經過大小改動 直到現在依然是香港交通的骨幹成員 的確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雖然經過時間推移 東鐵都不能夠做到所有東西都是完美 但是乘客是用腳投票 東鐵可以這麼好客長做長友 都是因為他好處都不少 而我對他又愛又恨就是這樣的意思 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其實早在2014年 立法會文件已經披露 東鐵線最繁忙路段的載客率及客量 如果以每平方公里… 每平方公里… GC C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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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